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款C105 它是之前MG的那一款三变飘移的缩小版本 当然它还有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进 我们就利用这一季给大家闲聊一下 首先的话它的体型标榜是一个MPM的级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跟MPM03大黄蜂的身高对比 那么飘移本来的身高就比较小 跟大黄蜂的比对应该也是差不多 不过因为官方目前为止没有第四集之后的MPM的博派成员 所以也就只能给各位做这么一个对比了 那么来看到这个玩具的本体了 首先的话它的面雕的话有提供一个替换部件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其中的某一张脸 这是我已经换过的 其实这张脸的话感觉比较凶悍 由此一说它的之前MG的那款脸好像是变移刚第五集的脸 所以这一次C1的话就给它用上一个标准第四集的脸孔 但四跟五的脸说真的我还真的是分不出来 到底哪个是哪个 那我感觉的话把我现在装上的这个的话是比较凶狠的一个脸 那替换也是非常的简单 你把这个头稍微抬高一点 从下方这里稍微扭一下 掰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面雕给做下来 拿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换上它原本的这个头 这个头的话表情比较没有那么凶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眼睛张得比较大 各位应该能够从眼睛的透露出来的大小 那这个由于眼睛张得比较大 感觉的话就比较猛一点了 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没有那么一个凶恶 喜欢哪个全看各位 但是我必须要说它的这个面部的涂装 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有一种就是金属的一个光泽质感 那整个涂装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银色的部分的话也分好几种层次 那么脚的话呢这里一样是有金属部件 翻到背后啊背包的部分还是那么好看啊 不过这个也是因为原本的一个基础模具的话呢 设计的就挺好的 欢迎度还是很高啊 身上的零件呢 机械的部位呢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 武器的话呢一样是可以两手大刀拿在手上 不过这一款的话呢它这个武器的插孔呢 我觉得不是很深啊 而是比较容易去掉下来的 但是基本上啊你只要不是过度的去摆扯的话 正常拿持而是没有什么问题 拳头呢不能够转动比较可惜 但是可以内外扳 拇指的话单独有一个根部的关节 手指的话呢其他指头呢共用根部 还有中心有一处的关节 那这个的由于这个手的话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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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零件比较多啊 所以要做出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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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叫什么 跟这个OP打招呼啊 Sensei的那个Pose还是可以轻松做出来的 腰身是转动没有问题啊 然后脚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一次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进了 就是原本MG的版本呢是一个弹簧部件 它这里直接把它变成是一个双动关节啊 两侧呢一高一低啊 这个差距各位能够看得出来 那么一旦放下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脚的话呢 包括侧边这里能够放下来的 放下来之后这个脚的一个踢的高度的话呢 就能够再踢的更高一点点 那侧踢的话呢也由于这个零件的改变啊 如果你不推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推上去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啊就会限制住啊 那这里上下我们把它推上去啊 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改动幅度的话呢 还是比较大的啊 协助它的一个下半身啊 能够更好的一个可动啊 然后内部给各位看一下 身上的话呢 我觉得并没有以这一款的做工来说啊 因为我手上这个已经是一个大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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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了啊 它的一个做工来讲的话呢 没有比较松 没有比较比较脆弱的地方 安心的把玩是没有问题的啊 甚至说这个大小尺寸的话 我觉得拿在手上可能也是比较合适啊 比起那个MG的版本的话呢 这个模具可能更加适合做一个把玩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款C05的载具的一个形态 首先的话呢 它大小尺寸呢 它已经有所缩小 变得跟一台Deluxe等级的玩具呢 已经很接近 大概比第一集大概大个10%到15%啊 我随便说说的啊 我没有真的去量了啊 那一样保留了它的一个橡胶胎 不过滚动性的话呢 比较一般啊 我这个的话呢 前轮本身就有一点卡 推不太动啊 那它的变形的话呢 我就不给各位特别在做演示了 各位可以去看我当时做的基础模具 大家主要只提一下 它的胳膊的话呢 有一只手是收折这边 另外就是我从外层包过去 两手是不对称的队形 脚的话呢 只有在这个脚掌的翻折啊 方向不太一样啊 各位可以看到脚指头收纳不同的 那么呢 它的裂缝呢 集中在车子的后方 以及这个地方 这两片部件跟本体没有结合 只能够放着啊 这个都是跟基础模具完全一样的 不过呢 我必须要赞美一下 这款的缩小版的话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不对 两个很大的优点 第一 原本的那个MG05的话呢 那个玩具在变形的时候呢 它身上的关节松紧程度不一样 掰起来的感觉呢 比较没有很好 而这款缩小版的话呢 全身关节的松紧度呢 得到了一个统一 在部件的推移上 真的是比较舒服 再来就是它的倒角处理 要比MG05要好上非常非常的多 我来回变了两次 手上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啊 这个可能是它隐藏起来的一个最大的改善那个部分了 那么最后它的一个形态 直升机的形态 我在做它的基础模具的时候呢 我提到说我对它的这个形态呢 我一点的都不讨厌 甚至我觉得呢 它可能是非常珍贵的一个存在 确实以目前的 呃 变形机刚第四第五级 应该是 哦不对 应该说只有第四级的飘移里面 能够变成直升机的模具呢 其实并不多 而这一款的话呢 我觉得它的分量是非常之足够的 呃 可以说吧 变成车子的话呢 没有稀奇啦 直升机就是比较稀有了啊 它的一个导弹的话呢 装在这个侧边 那么整个这个形态的话 能接受的就接受吧 不能接受的话呢 我我我我 我也不会劝你接受了 但是我自己的话呢 是一点都不都不讨厌 呃 唯一就是说 如果它这个尾部是能够 长度再更长一点 我会觉得它非常的棒 那上面的龙轩桨的话呢 呃 过短这个都是原本模具的一个 一个缺点 或者是说它的一个特征了啊 我们这边的话呢 就讨论一下 它的变形的整个过程来讲的话呢 我确实的感觉到 呃 C105的话呢 最大的改良 是在它的倒角处理 成功的非常的多 变形的时候呢 手指并不会感到疼痛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隐藏的加分点啊 其他的话呢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等比例缩小的玩具 那可以搭配呢 呃 MPM尺寸 或者是说你呃 觉得你觉得有什么特殊的需要 需要这种缩小比例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这一款 而且价格的话呢 我上网查了一下 呃 在台湾内甲的话呢 价格 由我想象中要低的多的多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记得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